曾经举办过五场各展 并参加过多次国内外作品连展的 艺术创作者洪玉玺 和热爱摄影创作的先生 蔡仓义亚医师 5月4号起到5月31号止 在台东纳路湾一郎 首次推出作品连展 大家都知道 5月份有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 就是母亲节 那我们纳路湾一郎也配合 温馨的母亲节节日 特别安排了这场画展 那一天当山来借过 展出这两位艺术家都非常年轻 一位是洪玉玺老师 一位是她的先生蔡昌义 这位洪老师她今年只有35岁 虽然她年纪很轻 可是她的画作真的呈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氛围 这位老师她的学画资历也非常特别 她是我们台师大的博士班毕业 另外她也得过彩莫新人赏 还有她也是刘国松老师的水墨画的奖学金首奖 还有廖修平教授的版画奖学金的首奖 各位可以看到说她这样的得奖经历 就证明说她的画作里面 有这个水墨画那种幽远辽阔的意境 另外还有版画那种精致细腻的一个氛围的表现 所以我想我们的台东乡亲 可以利用母亲节这段时间 跟妈妈一起来看这一场这个画展 那么另外一位蔡昌毅老师 她的作品你一看就知道说她是从事什么工作 她是牙科医师 那么她就以我们她在这个诊疗室为病人看诊 看牙齿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样一个经历就用牙齿来做创作 所以各位看到她的这些摄影作品 我相信你看完你会颠覆了你对牙齿的想法 它其实不只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器官 它也是一个美学欣赏的一个画面 那你有一个不同的诠释 你就会更吸引力去看你的牙齿这件事情 这次的主题叫当山来借国 那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跟蔡昌毅医师 我们的在生活中发现她的牙医的这个照片呢 就是牙齿的照片跟山的勾获的形状很有关联 那也跟我的水墨的创作的 很常使用的山水的这个主题很相似 所以我们就决定以山为这个主题做出发 那山其实虽然说它是一个很久 然后很崇高的意象 但同时它也有很多面向的一个象征 就像是我们会说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 或者是说横看成岭侧成峰 就是山是有很多不同意象的 那其实也跟我们的创作有不同的一个媒材 或者是创作的内容会不一样有关系 那为什么会有这次的主题的成果展现呢 也是因为在我们的创作过程中 其实一直受到我们生命经验的影响 那我们的生命常常会在不同的时刻 发现一些不同的经验流动 那所以就影响到我们不同的创作内容 那以我自己的创作的话是以水墨为主 那更多的是透过一些历史的元素 然后还有一些符号去做一个转译 那历史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不同碎片的集合 那一直都是一个破碎不完整的 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破碎的点的构成 那以倡议的作品来讲的话 它也是从山的这个意象做出发 那从它对山的不同的形态的想象 去想象一个牙齿的不同形态 以及跟人的生命经验的一个对话 以我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横跨了应该有十几年的历程的作品 都在这次的展出当中 所以从最早期的以纯历史做文本 到近期的是一个比较生命经验的 和生活经验的一个累积 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形态 这次展出是我跟蔡昌毅的第一次的连展 那也是很特别的经验可以让第一次的展览在台东发生 这一次的主题当山来借过的这个山 当时我们在设定的时候也是觉得 它就是任何人去做想象都可以被接受 这也是当代艺术在观看的时候 对于一个观者的开放态度 也就是观众如果可以从我的作品里面 或是倡议的作品里面 看到一些他能够联想的符号 可以唤起他们的生命经验 那我觉得很棒 或者是说他纯粹以视觉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纯粹观察色彩或是美彩 我觉得都有不同的诠释方式 都是一个开放性的 让大家愿意怎么解读 都可以被接受被接纳 其实我们私下是 我其实是蛮喜欢洪老师的作品 就是在就是一开始慢慢接触这些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平时其实也会 我会发出一些就是就是一般人的疑问 就是这个的构成或什么 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这个探讨之后 或者是甚至其实包括我的作品 有一些甚至也是获得洪老师的启发这样子 我本身其实是摄影爱好者 所以这次其实蛮惊喜就是刚好可以跟就是玉璇的展一起做连展 那比较大的关联性或是连结可能是因为牙齿 它本身的轮廓跟它的一些天然的形态 在我们的摄影上透过一些光影的结构 会让它其实能够呈现 有点像是自然三软的一个形态样貌 就是在议诊的时候 发现了我们所谓的偏箱 但是偏箱这个词汇 其实它有很多意义的解读 像我们在偏箱进行服务的时候 看到民众的牙齿的照顾的状况是不错的 或者是他们其实在医疗意识上 甚至是比一些在首都的患者还要更有sense的时候 我们其实这个偏箱或者是这次作品 我命名叫做荒山 这个荒山反而形象上 反而有可能是出现在都市里面 就是这个资源的匮乏 或者在知识的匮乏上 这个荒山可能是在一个很繁荣的都市里面 所以这次的创作有点是这样的意味 所以选用了一个在照顾上比较 没有照顾得这么好 有一些病造的牙齿 但是它是出现在城市里 但这个东西跟画面中配合的南瓜 这个东西其实是呼应了我们的食物 它本身本身是营养维生的一个东西 但是随着社会的改变 它其实有了美观或者是观赏的意义 就像是我们的牙齿 它平常理论上它是一个我们补充营养的一个工具 一个食具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它变成一个美观的象征 所以这两者的呼应 跟大家对于健康上的意识的抬头 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会希望 这次能够希望可以造成大家一个反思 洪玉玺 蔡昌毅与纳禄湾一郎之那一天当山来借过创作展 于5月4号下午2点开幕 今天除了这个一个发展的开幕仪式以外 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坚证的活动 刚刚我们资本老爷的总经理偷偷的告诉我 他说今天我要坚钱给申命线 他也要跟着坚钱给申命线 我坚多少当时多少给他补充 我是资本老爷的董事 那当然我很乐意说 喜之与社会 用之与社会 资本老爷你在台中赚钱 你把这个钱赚来的钱 拿出一点点来回费给生命 给生命线多么的有意义啊 义舞云换迁 艺术挥舞出如云朵般的悠游 如换的意境 而且挥舞出广阔又宏大的人生境界 莫采映月弦 水莫彼宴这个彩绘出 如明月般映照出光明和熙 柔美悠闲的人生境界 那现在是当山来借到 因为我本身学的就是图木工程 隧道是我的专场 边坡那些桥梁都是我的专场 所以我听到当山来借到 我说很有意思我来看一下 真的是不容易 那当山来借到我看一看 真的你不小心看不到 你看都是石头 但是里面真的是有它的精髓在 不小心就一只动物 一只猴子 一只狮子什么就藏在里面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还好因为我眼睛刚开完刀 所以有看到 那路湾大酒店在经营的时候 不再只是单纯的以光光来出发 而把文化也结合进来 其实我的看见是 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那路湾大酒店的经营呢 是跟三生结合的 生活生态跟生命 所以看到总台这么有心 对于艺术对于公益 这么的奉献跟付出 说实在的 我们可以跟着他的脚步 对生命线协会有一点贡献 我们是真的是与有荣誉 那我们是靠服务人 有了收入 那我们希望呢 在做公益这一块呢 也可以反馈服务更多的人 希望大家有机会 来爱心连锁给我们一起在地 帮助在地 然后外地 人自助 人助天助 我很赶佩林总裁 他所有 他不是只有我们生命线协会 他在乐捐 他所有的单位 他只要有需要的 他都很乐意的 在伸出这援手 展出艺术家洪玉玺 捐赠复合美财作品 地城花样 蒙甲 交由纳罗湾艺朗 作为典藏 由艺术总监 邱卫属云女士 颁发典藏证书 财团法人 林昆池文教基金会 也借此盛会 捐款支持 观山圣十字架 疗养院 救星教养院 台东县生命县协会 台东仁爱之家 另外 林昆池文教基金会 也捐款四十万元 给国立台东大学 其中二十万元 响应郑县宗校长 发起的一臂之力 助学金计划 二十万元作为 学校工作项目之使用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台东县生命县协会